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农广天地 河南省地处中原 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和华夏文明的摇篮 几千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儿女 在这片土地上的辛勤劳作 形成了悠久灿烂的农耕文化 而牛则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在先民告别 刀耕火种 进入农业文明的过程中 祝过一臂之力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 就是一个来自中原地区的 古老牛种 夹县红牛 夹县红牛因原产于 河南省夹县 且毛色呈红色而得名 是我国著名的 异肉兼用性 地方优良红牛品种 夹县红牛体格中等 结构匀尘 体体较长 背腰平宽 腹部充实 从侧面看 形似长方形 夹县红牛的背毛短 而富有光泽 全身毛色一致 没有其他杂色毛 夹县红牛的主要特征是 毛色红润 它分有千红 紫红和红色三种 占多数都是 50%以上的 属于是红色的 又占30%以上的 属于是紫红色的 那种千红色的 就占10% 夹县红牛头形方正 耳形平身 十分灵敏 额宽嘴齐 大大的眼睛 炯炯有神 夹县红牛的鼻孔比较大 鼻径肉多为红色 少量为黑色 夹县红牛的脚偏短 脚质细密 富有光泽 脚型多样 当地的人们 为了能够更好地 区分这些脚型 取了许多 生动形象的名字 像龙门脚 萝卜头脚的 牛的有一种龙门脚 龙门脚就是 长得是倒靶子性的 就是这样长得 是龙门脚 还有一种是拼脚 拼脚是 它脚的方向 是长得水拼的 有一种鞭蛋脚 鞭蛋脚 它牛脚 这都是向下 稍微向下 玩着就像鞭蛋一样 所以叫它鞭蛋脚 黑中是萝卜头脚 萝卜头脚 就是长得很端 就像一个小萝卜头一样 所以叫它萝卜头脚 夹县红牛垂皮发达 公牛的颈稍短 剑缝突出 四肢粗壮 肌肉丰满 母牛头部清秀 体型偏低 腹大而不下垂 乳房发育良好 乳头大 排列整齐 夹县红牛 成年公牛平均体高为147厘米 平均体斜长为183厘米 平均体重为603千克 夹县红牛成年母牛 平均体高为131厘米 平均体斜长为159厘米 平均体重为460千克 夹县红牛的铲肉性能也是很高的 它的屠宰月龄一般为24个月左右 体重为488千克的公牛 在屠宰后动体重为292千克 净肉重为250千克 屠宰率为60% 净肉率可以达到51% 夹县红牛肉质细嫩 色泽鲜红 大理时文明显 肉味纯香 很受国内外市场的青睐 作为河南省一个古老的地方牛种 夹县红牛形成历史悠久 从世经中可以看出 早在周朝时期 红牛就在古人祭祀中 担当了重要角色 既以清酒 从以星母 响于祖考 执其轮刀 以起其毛 取其血疗 报以戒福 万寿无疆 这是一首描写周王祭祖祈福的乐歌 其中星母指赤色的公牛 天子在祭坛上 倾到满杯的清酒 在先祖神灵面前 供奉色红如藻的公牛 以此希望神灵能够赐以 红福无量 愿子孙们可以长命百岁 之前就说 咱们国家就说 传统的文化当中 都有这个 国家都有祭祀的这种行为 因为这个西州 它是上次 从五行来说 它属火 所以它就是 祭祀的时候一定要用红牛 到了大祭的时候 天子出来 把这个九顶八龟摆出来 把这些牛呢 屠宰了之后来 最好的一块放在这个顶里边 然后呢 在七天 就是 七到天 在未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明年也好 或者这个 这个未来的这个 时光当中吧 能够上老天爷呢 给这个老百姓的降福 这是一种祈求 所以说这个 这个红牛呢 追溯起来 我感觉它应该是 血统是比较高贵的 那么当年古人祭祀用的红牛 与我们今天的 嘉贤红牛 又有什么关系呢 嘉贤红牛应该是在西州的时候啊 西州东迁 到了我们洛阳 他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太牢里边的红牛呢 也就是祭祀的红牛呢 肯定都 全部要带过来 就把我们嘉贤这个地球 是平原嘛 气候也比较适宜 四季分明 就把这儿呢 作为 给国家养这个 祭祀牛 也就所谓的生牛 牺牲的生 一个地区 你看他当时的选择的时候 就说这个祭祀的牛 绝对要是红牛 而且呢 一根杂毛没有 还得长得漂亮 如今的嘉贤红牛 主要分布在 河南省的嘉贤 宝峰县 鲁山县 在汝州市 宇州市 以及湘城县等地 也有少量饲养 甲县红牛的主产区 甲县 位于河南省中部 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 这里河流总衡 水源充足 天然牧草种类繁多 为养殖甲县红牛 提供了良好的放牧条件 此外 这里的农业也比较发达 农作物产量高 农副产品比较丰富 像街杆 藤秧等 这些都是甲县红牛的 优良资料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 自然地理环境 为甲县红牛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这比较咱现在最主要是 咱地处中原 咱这以小麦为主 但是咱实际分明 各种作物都有 你想小麦玉米达到 这各种作物 很劝 这些量是收回来后 结果是 就要是烂到地里 它就是操作东西 所以说 咱这东西收回来后 咱都要充分利用 一是对环境 一个保护日 是对专化 对人专化成优越的东西 这牛吃了 又结果这牛粉 咱要杀到地里了 都坐着 杀到地里 牛粉里 杀了牛粉里 装起 吃起来好吃 另外 由于产区地形复杂 有丘陵山地和平原之分 土质不一 耕作量大 长期以来 利用笨重的耕作工具 再加上 农忙借节 农活集中 这就需要 碗粒大 持久耐劳的耕作 来适应耕作上的要求 你应该这有小块地 你不说 山里有小块地 种着红树 小块地一般都是 使它串串活活 除了大田耕作外 这里山坡 丘陵较多 来往运输 更需要体质结实 碗粒大的牛 这就促使当地农民 选流体格粗壮的红牛 以适应生产的需要 产区的群众在长期的养牛事件中 积累了丰富的饲养管理经验 一般都掌握了一些管理要诀 想定时定量少给擒天 买节餐精草 赌牛吃着好 寸草炸三刀 无料也上标等 不仅如此 在对肿牛的选育上 当地人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头如罐 烟如蛋 叫唤一声 能请耳里巴 他那眼睛 就像忌惮那么大 就是说烟如蛋 他 叫唤一声 就是恨怨的 我能请见了 就是说他 叫唤一声 能请耳里巴 因为现在我们假献 老年人 我们小时候 养牛 绝不养这个杂色的 就养这个 纯正的这个红牛 你比如说 这个头顶上 有一块白 在假献老年 这个心目当中 那是绝对不能弄的 绝对不能养 一定要把它屠宰 正是经过这样 长期的精心饲养和选育 才形成了如今 毛色单纯 外形美观 体格健壮的 假献红牛 在过去当地人 几乎家家户户 都在养制假献红牛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全线养牛达到了高峰 就到了八十年代往后 就是说了生产队 三辽生产队的后 到集体三辽后 到一截一户 这些牛作为是医用 他就说 每截的它就是劳动力 若是我们有拖拉机 你离地 耿地 全是都是牛 每家 每户都养牛 打比方说 有钱口人的村 最少的有三百头牛 有个啥 三口之家族争 就得有三百头以上的牛 有的是一个牛 带个小牛 有的是一截的 伪两头牛 它不光是作为医用 而且它还能卖成钱 还能再去作为一种经济收入 然而好景不长 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夹线红牛的存热总量 却在急剧下降 主要是因为 现在一用性能已经退出舞台了 现在都机械化了 再加上这种专用的肉用型品种 引进比较多 它加之市场经济的侧击 当地很多原来养夹岩红牛 这些群众都改良成肉牛 肉牛品种了 所以这个夹岩红牛群体 减少比较厉害 俗话说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进入了本世纪初期 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 致使以家庭为单位的 养牛户越来越少 夹线红牛的养殖数量 每况愈下 那该怎么办呢 不要走开 农广天顶稍后回来 2006年 全县夹线红牛存烂量 由原来的20多万头 下降到了不足5万头 对此 当地政府联合序幕专家 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重新加大了 对夹线红牛的保肿工作力度 为了优效地保护 夹线红牛这个品种资源 我们贫临山市政府高度重视 2006年着手建立一个 200头规模的包装厂 明年博出转向资金 用于夹线红牛的包装工作 并且成立了 还由这个夹线红牛协会 对夹线红牛进行开发 为了确保夹线红牛特有的 优良性状和基因 更好的遗传下去 专家们在保肿过程中 主要采用了 种群活体保肿 和动精动胚保肿 想结合的方法 站在厂里主要是活体保肿 活体保肿就是 现在的主要是 本品中的这个旋御 把不好形状的这个牛掏台掉 然后留下这个 比较优秀形状的这些牛 种群活体保肿的首要任务 就是搜集纯种的夹线红牛 并进行科学的旋御 优化和提纯 以此来组建保肿核心群 这个保肿群是咱们 06年07年时候 在咱们夹线全线 组建范围内收集上来的牛 这组建 当时组建群之后 这些年都是避群繁育的 没有再隐进外泄 是自繁自养的 为了防止 夹线红牛品种退化 技术人员还为 种牛进行登记造册 建立档案 从而保证种牛的交配 繁殖档案记录清晰 避免近亲繁殖 不计如此 当地政府还将厂内包种 与厂外包种结合起来 在主产区发展 夹线红牛养殖村 鼓励农户养牛 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 从保证这一块 就是说 从2000年开始 给每个乡镇 潜艇的目标 在人数都是 每个乡镇 都要发展一个 红牛转案村 这就是建红牛转案村 就是从保证这方面说 另外政策这方面 就是说 咱现在 咱加线 就是连续三年 实施了 肉牛 基础木牛 那个毒牛不提政策 就是加线红牛 基础木牛 不足2000块钱 如果说不2000块钱的话 对着我 以我家庭的饲养户来说 这也很重要的 2000块钱一头 对着我 我老人家 他能央两头牛 一年不太几千块钱 基本上够草料钱的 这些东西 它都有利客观 都是今年都是 为了喝 都是那个十欧儿 都六七千块钱 买偶尔都七八千块钱 他一年买偶尔 买六七千块钱 都是讲座老了 出去弄不成人事 一年 五千块偶尔 弄六七千块钱 多少有点 小收入 出种群活体保重外 在动精动胚保重方面 当地有关部门 还联合全国畜牧总站 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 建立了地方夹县红牛 动精动胚基因库 采制动精5000多份 动胚100多枚 进行保存 在当地有关部门 和畜牧专家的共同努力下 夹县红牛这一珍贵的 畜勤资源 最终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截止到2016年底 全县夹县红牛的总存栏量 已经达到了十万多头 其中夹县红牛保重厂 拥有夹县红牛 种公牛四十多头 共六个夹计 基础母牛一百二十多头 夹县红牛作为一个 优良的地方牛种 到底好不好养呢 在饲养过程中 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去看一看 要想养好夹县红牛 保护好它的优良特性 首先在牛舍建造上 就要符合夹县红牛的 生活习性 牛舍一般包括 室内卷舍和室外运动场 室内卷舍通常是 夹县红牛休息和采食的区域 要求通风 透光 保温 隔热 同时设有饲料槽的 室外运动场 则是夹县红牛运动的区域 最好用砖 铺设地面 这样有利于冲洗和保持干燥 在运动场中还应设置一个水槽 便宜红牛随时饮水 我们知道 种公牛对牛群的发展和品质改良 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因此对夹县红牛 种公牛进行合理的饲养和管理 就显得尤为重要 夹县红牛 种公牛的饲养水平 要求较高 我们一般采用精粗饲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思维 精料主要由麩皮 玉米 豆粕和矿物质等组成 精料的粗蛋白含量 一般在16%左右 青粗饲料一般包括麦结 花生秧 甘草或青柱结杆等 在思维方式上 一般先是喂青粗饲料 再喂精饲料 一般每头种公牛 每天四味精料4000克左右 青粗饲料12000克左右 种公牛吃好了 还要让它进行适当的运动 以增强种公牛体质 提高种公牛的性欲和精子活力 一般每天运动一次 每次运动1到2个小时 甲腺红牛的繁殖 一般采用人工受精 母牛平均发青周期 一般在18到20天 发青持续期2到3天 如果甲腺红牛种母牛 在人工受精后的18到20天之后 没有再出现发青现象 就可以初步断定 已经怀孕 甲腺红牛种母牛的妊娠期 为9个多月 人参期母牛饲养管理的好患 直接决定着腹中的胎儿 发育的状况 种母牛怀孕后 前6个月 胚胎生长缓慢 这一阶段成为人参前期 这个阶段 每头母牛每天四味 2000克左右的精料 10千克左右的青粗饲料 精料的粗蛋白含量 一般要求在14%左右 到了妊娠后期 胎儿增重加快 母牛需要汲取大量营养 此时应该提高精料的投喂量 一般每头母牛 每天四味 2.5千克左右 饲养好母牛 是为了产下更好的毒牛 管理好毒牛 则是保证夹线红牛 不断延续下去的关键 所以我们对毒牛的照顾 也不能掉以轻心 毒牛是只从出生后 到6月0这段时间的小牛 这个时期的小牛 可以让毒牛与母牛一起生活 在毒牛出生后 要让它尽快吃到出乳 以提高毒牛的免疫力 当毒牛长到两个月以后 哺乳渐渐不能满足 毒牛的生长需要 此时就可以给毒牛 补充一些精料 随着毒牛日龄的增长 可适当增加投喂量 6个月以后 可以让毒牛断奶 并将毒牛与母牛彻底分开 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 选流后背肿牛的工作了 在半岁 一岁 两岁 三岁 四岁 在四岁之内应该都选出来 它从半岁开始测量 所以从半岁测量了以后 对它进行初步平定 然后再经过这几次选择 才可以作为中国牧牛 渐渐红牛在这个宣疫过程中 主要是根据它的提醒外貌 法语比较良好 结构比较匀 冒色 红润 符合奔品种特征 然后它的绳植器官法语良好 没有绳植缺陷 健康 然后是后驱法语比较良好 铲肉性能比较好 分这几个方面进行选语 在选种过程中 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牛 就可以转到育肥社进行育肥了 甲县红牛的育肥期 通常为24个月 育肥期的前六个月 仍然以增长股价为主 把牛架子撑开 这样育肥后牛的出入量 才会增多 此时每头育肥牛 每天四位1.5千克左右的精料 6千克左右的轻粗饲料 精料的粗蛋白含量 一般要求在14%左右 中间的12个月为育肥中期 这个阶段时间比较长 育肥牛除了继续增长骨架之外 肌肉的增长 皮下脂肪的增长速度也会加快 这是银食党增加饲料的胃量 与育肥前期相比 要增加10%到15% 最后的六个月为育肥后期 这个阶段让脂肪充分沉积到肌肉纤维内 才能达到高档优质牛肉的培育目的 粗饲料不再思维轻住饲料 否则会降低牛肉等级 粗饲料一般为优质干草和麦芥 投胃量一般每头牛 每天为7千克左右 精尿投胃量为每头牛每天4千克左右 经过24个月的育肥 当甲腺红牛的体重达到500千克以上时 就可以出栏了 加县红牛作为我国著名的优良黄牛品种 具有耐粗似 异用能力强 性格温顺 肉质良好的优点 同时它也具有生长慢等缺点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来 畜牧专家 开创特色品牌 在开发利用方面 油脂里加县红牛 近年来 持续长久的红下去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